文化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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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本扎 來自家旁宮 83年 年到終於 40年了吧 我来中国主要是来学习飞 因为拍的那些电影是飞来飞去的 非洲有好多国家 基本上没有不热爱中国功夫 或者没有不热爱中国武术的 特别是从电影方面的 特别是李小龙的电影 长龙大哥的电影 所以我才来中国学武术 13岁真正地接触中国功夫 皮刮拳是我老师选择 他觉得我的臂长很舒展很适合 练了差不多20多年了吧 当匹修你必须得干预 臂跟身体的相结合 并不是皮而为了皮而已 在一刹那这个时候 你会想怎么去用这些四肢去配合 你的脑子会比平时想的三到四倍 放肠机缘打开大盒 人人都可以在这个武术里边 寻找属于他自己的特色 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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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个武术官 我很喜欢跟他 跟他交流 因为他对于武术有很深刻的 的见解 理解 黄老师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除了武术以外 他还能教我中国的传统文化 怎么拿笔 怎么写 这些是我学过的 很喜欢的 各种不同的领域 人个人总是会有 人能教你不会的东西 你再来一个 你再来一个 我再来一个 每天基本上我会跑跑步 打得太急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 它会让我平静 它会让我不受这么大的压力 武术呢 很苦的 我为什么坚持下来 因为你离开家那么老远 然后你是来实现你的梦想 那么肯定你这个梦想 不会那么简简单单的 你爸你就是实现了 但是梦想是不断的 随着时间的不断的改变 会有新的一些梦想会出现的 不管任何人做什么样的事情 是吧 达到一定的高度 那么这叫功夫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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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